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这里有个疑问 也就是说有些人为什么说是严谨的对境 才称得上是舍法 因为我们前面所谓的舍运 舍运里面有五根 五根 五表舍 其他的匕首讲的九种色处 九种色解 都没有用色来代表 那么色运当中严谨对境的这个法 为什么叫做色来代表 这个意思又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的话 下面回答说这个有两种原因 一个原因为了分别境 为了种名用于分别的外境 就是种名用于种的名称 大家都知道色运里面的整个色运是种的名称 然后我们严谨对境的色法是分别的名称 因此就是种名用于分别的外境 这是一个原因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严谨对境的色法 在所有的五根当中是比较重要的 因此他又用了色运的这种名称来 所有的色运这个名称称之为色运 这个严谨对境的色法 不管是我们昨天也讲了生烦恼的时候也好 或者是众生造恶业的时候也好 或者是苏现趋劲的时候也好 有很多原因 因此它是比较重要的缘故 有两种原因 一个是种名在这里分别去的意思 还有就是有一个主要的原因 有这两个原因 古为严谨称色处 只有严谨对境 严根对境的色法称为色处 没有取其他的名字 这个原因是这样的 然后所有的法当中 所谓的法比较多的 因为比如说严根 色根这些也可以称之为是法 所有的法当中为什么是严根的对境呢 才称为是法 法处呢 这个大家应该知道吧 昨前天我们讲五根吧 五根上面叫一根 一根的对境是什么呢 就是法处 一根的对境就是法处 那么一根的对境 其他也实际上是法 为什么说只有一根的对境才叫做法呢 这样提出问题的时候呢 下面也是有这个原因 就是众多和殊胜 因为一根的对境 就是他色素很多很多的法 这是一个原因 还有呢 一根的对境就是他就包括无为法的涅槃 所以这是非常殊胜的 因为有两个原因呢 就是称之为是法处 这两个原因 颂词上简单 这样介绍就可以 下面就是 并无二处决定之力 而出决定之力 如果有人说 为什么只有严根的对境 才称为色处与色净 在十八戒当中 严根对境的色法称之为色戒 然后十二处当中 严根对境的色法称之为色处 为什么严根对境的这些法 才称之为色处或者色净 然后只有一根对境之 才称为法处与法戒 这是不合理的 为什么是不合理呢 因为严等始终军事色法 所有的处与戒军事法 其实真正说的话 严根还有九个法 九个法 外面五根 五根也是包括在色蕴当中 然后五根也是全部包括在色蕴当中 那为什么是其中只有严谨对境 才称之为色 其他不叫色 比如说声音 胃 香 粗 这些也不叫色 然后从各方面来讲 严根 耳根 臂根 色根 这些都不叫色 那么色蕴当中 色蕴里面有粗的话 有十个色粗 但是为什么只有严谨对境 才称之为色 其他不叫色法的原因是什么 这是一个问题吧 刚才所讲的 然后为什么只有一根的对境 才叫法呢 这也是不合理的 因为其他所有的万法 可以包括在这个法当中 仅仅是一个严根的对境 才称之为是法处或者法处 这是为什么呢 就给我们提出这两个问题 下面我们给他这样回答的 虽然无根无精均是色蕴 但是他们各自的处 而不是众的处 他们各自的处 比如说严谨对境的色蕴以外的 就是耳根对境的声音 鼻根对境的香味等等 这些实际上不是众的名称 不是众主 除严以外 其余旧者的对境 就可以通过各自的名称来表达 比如说耳根的对境 用声音来表达 然而鼻根的对境和色根的对境 胃和相来表达 这样的话 身根的对境 用出来表达 这样的话 其他的 他们各自都有名称了 然后眼睛的对境 他得不到这个法名 所以实在没有办法 原来色蕴的色就要戒下来 然后眼睛的对境就称之为是色 所以这个问题还是有个问题 大家这个还是应该好好地懂得 不然的话 因为色蕴里面包括这么多 但是为什么其中眼睛的对境 才叫色蕴 其他都不叫色蕴 其他除了色以外的其他的名称 这样的话 我们经常也是弄错吧 好像眼睛对境的色蕴 人们都认为这叫做色蕴 实际上这个不能包括的 因为眼睛他自己也是属于在色蕴当中 所以这里面的问题 他说其他的九个都有自己的名称 什么眼睛的对境 没有其他的名称可表示 因此眼睛的对境称之为色蕴 这是为了依靠众命而了辩命 众命大家都知道色蕴就是众的名称 然后这个色蕴的众的名称 给他取名为色蕴 眼睛的对境称之为色蕴 这样的 并由于眼睛是最主要的 眼根是最主要的 人们所有的根当中也是眼根比较重要的 因此他为什么先放在第一呢 一般现在领导什么开会啊 这样的时候 举掌就住在上面 所以眼根就像是举掌一样的 然后耳根就是副举掌一样的 所以他们也是这样 排队的原因是这样的 眼根是最主要的 所以才为以讲眼根的对境 称为色蕴或者色尽 就像许多 这里这个欺骂者吧 很多欺骂的人可以分别表示军队等一样 比如说欺者骂的 有很多人的话呢 实际上是七只骂是一种众生 但是有时候把他们也是七只骂 我们分别把它表示为什么呢 表示为军队 骂队等等也有这种现象 所以欺骂的人分别表示为军队一样 这个是色法的原因 就是前面色法的原因 中的名称用在别名上面 比如说中的名称方面 我们这个树木的话 实际上背树也是树木 但是有时候我们为了好用吧 这里有一棵树 实际上中的这种名词用在别的树上面 所以叫树木 它这里也是中色法的名词 用在眼睛对境的法上面 所以称之为色法 就是这样的原因 这是一个原因 或者说眼根对境是有见有对 有见有对就是能见得到的 还有有对是有阻碍的意思 有爱就是有对 其实有见有对是俱舍论当中 是一种特用的名词 眼睛也能见到的 身体也可以能接触的 所以这种法是色法的它的提象 因而最主要的色法 如此才以色法来称呼 最主要的原因也是给它称呼为色法 人中最珍贵的人叫做国王吧 本来这个人都是一样的 但是人当中最主要的人就是人中之王 人们都称为他是国王 同样的道理就是所有的对境和所有的根当中 眼睛的对境就比较重要 因此眼睛的对境用色来代替 本来国王一般的人不能代替 但是人里面最好的人 他用国王的名词来可以 实际上国王一般天人的称呼 天人有这种天王 人以前没有国王的时候 用天人的称呼用在人们当中 实际上其他的人都是一样的 但是人当中也是有一种比较重要的人物 称之为国王 同样的道理就是所有的对境实际上是一样的 但是最主要的眼睛的对境称之为色法 原因是这样的 这是一个 然后下面就是说另外 所有的处或者是戒都是法 这个你们说的还是对的 所有的这个比如说十二处 全部包括在这个法当中 因为万法它涵盖一切法 然后所有的十八戒也都是法 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 有为法无为法甚至无为法也是 包括在这个法当中可以说是都市法 而单单讲一根的对境成为法处和法界 其理由是什么呢 一根的对境可包括树等很多法 一根的对境的话它里面也是包括 比如说一根的对境 它涵盖很多的这种法 包括树啊像啊等等 这些都可以包括在里面 这是一个原因 还有一种原因呢 就是说法中最殊胜的涅盘觉则面 也是包括在刚才这个一根对境的法当中 它也是所谓的五为法 这个也是包括在一根对境的法当中 所以这两个原因呢 一根的对境成为是法处或者是法界 所以在这个颂词上还是有一些跟唐僧所翻译的有些不同 我本人一般来说唐僧翻译的颂词非常好 有时候它文字比较简约 而且里面的内容完全能表达 但是当时的有些可能疑问的方式吧 比较难懂 很多人可能没有真正的这样白话的疑问 原因恐怕很困难的 再加上这个是翻译上面的问题 还是藏语上面的问题也不太清楚 这一点可能你们前面也已经发现了 唐僧的这个译本当中 里面有很多的这种颂词增加 所以这个颂词如果藏文当中是没有 这个原因也不太很清楚 但是看到好像是翻译当中也是不一定有 愿慧法解释的时候有时候都是打一些口火 他好像认为不是真正的愿文一样 也有这种现象 因此有时候我也是根据唐僧的翻译 也揭露了一些他的名词 居士上面的很多名词 现在唐僧所翻译的这个名词和 现在我们藏汉大字典里面的这个名词非常相合 因此现在人尤其这个名词要用的话 用起来就比较方便 以前法证法诗所翻译的有些名词和 现在藏汉大字典里面的名词不太很相合 我想可能编藏汉大字典的这些很多的 就比较著名的这些学者的话 也可能是以前的 旧摩洛圣和唐僧的这种译文是比较注意 后来他们编的时候也是可能主要采用一些 他们的这个译文 因此这次的话 有些地方是用了一些唐僧的名词 但有些地方如果以当时的这种表达方式的话 现在都可能根本没办法让人知道 因为当时的这种说法和现在的说法完全不是一样的 如果这样下去的话也恐怕有点困难 刚才我们所解释的这个颂词呢 我想也许你们那天每一个人都是拿了居士论的知识 也许有很多人都是看都没有看 让他现在的一直睡着 现在让他睡着的话呢 以后都不一定会看 现在我们每天讲的这么少 最少也是 这个知识也是看一两遍 原来实情论师的原因 真正的他的意趣究竟是什么样呢 这一点我想还是你们有那个知识 如果你这个还没有看的话 最好是发本交给我看 有些年轻人看的话 分给他们 那天他们很多人都可能没有带到 还没有得到的人还是有的 如果还没有看那个知识的话 说明你对这个知识不一定很重视 这个你们还是要看看情况 意思就是说当时唐僧所翻译的 不管是颂词讲语比较难懂 但是如果你过问稍微基础好一点的话 也不是非常难懂的 我都有时候翻来覆去看的话 基本上里面的有些意思还是能80%的 有时候是一个据颂下面的解释能听懂 有时候百分之90%的看不懂也有这种情况 不管怎么样 我们一般来说学居士的时候 他这个唐僧的知识非常重要 因为他这个不是唐僧的知识 世青论师的知识吧 这个大家还是方便的时候做参考 所以刚才的这个颂词 有些可能颂词还是出入比较大的 但有些地方我这边写的不一定很好 你们还是不管是理解的时候 还是根据唐僧的这样的话 因为他是真正很了不起的得地的 人们都称为是得地的大意思 所以他的金刚语有很多不可思议的加持 和有一定的价值 因此采用它的话我觉得非常好 这是我刚才讲的第一个问题 好像已经讲完了吧 就是故而为以将一根的对境 称之为是法处和法界 就是这个就刚才前面的这个道理已经讲了 然后那个就是第一二吧 第一二的话就是色他法的智力分为色法云智力 和其他一次类推分这两个 第一个就是法云智力 所以我们经常这样讲的 释迦牟尼佛转了八万四千法门 所以藏门当中经常有法云的意思 在汉传佛教的有些经典里面有法云 有些当中它并没有所谓法云 就是说是法门八万四千法门八万法门或者三藏法门等等 由这个门来代替但实际上法云比较恰当 下面科判当中颂词里面是这样说的 能认佛陀所宣说 所有八万诸法云 无论此具或名称 净可舍于舍心中 他这里字面上解释的话 能认释迦牟尼佛已经给我们宣说了所有的八万法云 那么这八万法云无论此具 有些宗派认为所谓的法云实际上它是一种此具 人们也就是说它一般随教经部 随教经部他们认为所谓的这些法云 释迦牟尼佛的经典全部是文字构成的一种此具 所以应该是此具这样认为的 然后一般的幽谱宗的论师他们认为释迦牟尼佛的这些经典 实际上是现实面前可以显现的一种名称 就是名称就是他们认为是一种名称 有不一种认为是名称 那这里就是说佛陀能人所说的这些法 就是总共有八万法云 那么这些八万法云的话 无论是别人说的是此具还是说的是名词 实际上都可以涉于舍运和行运当中 实际上它可以包括在无垠当中 怎么会是包括在无垠当中呢 如果它是此具的话 它可以包括在色运里面 因为此具它可以身影吧 身影的话我们也知道 无垠当中的身影实际上无垠之一 然后如果它是名称的话 它可以包括在行运当中 包括在行运当中 因为下面我们讲行运的时候 行运有很多不相应性 不相应性里面是什么名 德 同分等等 很多叫做不相应性 不相应性里面有一个叫名称的名 所以它可以包括在行运当中 意思就是说 释迦牟尼佛的其他有关经典里面的运 发运的话可以包括在无垠当中 没有什么过失 发运不能包括在无垠当中 不会有这种过失的意思 在这里有关发运 八万发运方面可能稍微有一些不同的观点 可以大家简单地说一下 已经说了 《居士论》本颂词里面说是八万发运 八万发运的话就是我们所谓的八万发门 《居士论》里面它承认是八万发运 颂词里面是八万发运 然后《居士论》里面也说是八万发运 就是没有讲其他的观点 但是所有的小乘是不是承认八万发运呢 也不是 因为解释《居士论》的一些观点的论是 在他们的注释当中 他们的注释 比如说《居士论》大宿 《居士论》大宿在藏传佛教当中是非常有名的 他那个大宿的名字叫做《居士论师》 然后《对法庄严论》 这个是最有名的 一般《居士论》的话 藏地最有名的注释叫做《居士论》 《对法庄严论》 《对法庄严论》的作者叫做 就是《坚博扬》 他名字就是文殊菩萨一样的 就是他那个坚博扬 坚博扬 坚博扬的具体是 他在将生的这个世间没有看见 但是他圆寂的时候 一二六七年时候圆寂的一位大师 他是在藏地非常有名的一位大师 他造的《居士论》大树 人们称为《居士论》大树 也称为《对法庄严论》 那么这个大树当中也是已经说了 他说所有的小乘不一定承认为八万法云 也有承认为八万四千法云的 也是这样说的 但一般来说 小乘有很多论师承认为 释迦牟尼佛所宣说的法 全部是八万法云当中 然后大臣共同承认 释迦牟尼佛所宣说的法 就是八万四千法云 我们经常也是说 释迦牟尼佛已经广传了八万四千法云等等 这样讲的 这一点无垢光尊哉在《如意宝藏论》当中 也是有宣说的 然后无垢光尊哉也是说了 他说 《居士论》的有些诸实里面 也承认为八万四千法云 八万四千法云 有部宗分得比较多的 坑塞米尔的有部宗主要承认是八万法云 其他部也承认八万四千法云也是有的 为什么其他宗也是这样承认呢 小乘当中也有经典的一些教证 比如说《阿难经》 《阿难经》当中阿难是这样说的 阿难说我在释迦牟尼佛面前亲自听了八万多法云 其他的比丘面前也听了两万法云 他这样的话从这个经典里面可以推出来 可以推断什么呢 阿难也是在释迦牟尼佛面前亲自已经听了八万多法云 然后在其他的比丘面前听了两万法云 也有这样的教证 这样一来当时阿难在释迦牟尼佛面前当世者已经有二十年了 最后二十年在二十年的过程当中他亲自听了八万多 那么有些人也是这样说的 如果释迦牟尼佛面前待了二十年的话 释迦牟尼佛成佛以后已经转法轮总共有四十年了 那四十年如果在二十年当中听了八万法云 还有二十年当中应该还有八万法云 那这样应该是八万四千法云 有两个八万四千法云也有这种说法 但这种说法是不成立的 为什么呢 因为不管是哪一个经典里面出八万四千法云以外没有这个说的 但刚才的教证里面可以退出八万四千多 八万多法云 这个是小乘自己的经典当中也有这种说法 以前阿难没有当释迦之前 一般有些经典里面说三星比丘是当二十多年的 二十二年也说的 有些是二十五年 有些是二十年 三星比丘当释迦牟尼佛的侍者 后来释迦牟尼佛三星比丘生邪见实在是不愿意带下去 我带了二十多年 没有见到你的功德 我现在不想当你的侍者以后 后来释迦牟尼佛也换了一个侍者 然后让阿难当的 先释迦牟尼佛面前到三星比丘 后来阿难尊在当使者 当使者有关经典里面说 阿难当使者有二十年 二十年当中 他在释迦牟尼佛面前亲自听闻了八万法云 其他的比丘那里八万多法云 他说的八万多法云 其他比丘面前也是听到这样 也许释迦牟尼佛先也讲了一些 大多数可能后面讲的 比如说也可能是这样的 但不管怎么样 还是可以这样承认 所以小乘自踵的话 也八万多法云 这个应该可以承认的 然后《大乘阿比达姆扎实论》的注释 《大乘阿比达姆扎实论》当中也是这样说的 《大乘阿比达姆扎实论》说 《大乘阿比达姆扎实论》所得到的八万四千法云 实际上是包括在三藏当中 所以《大乘阿比达姆扎实论》里面说 《大乘阿比达姆扎实论》所得到的八万四千法云 可以包括在三藏当中 所以按照《大乘阿比达姆》的观点 应该可以说是 小乘自踪也是可以承认八万四千法云 这一点还是比较明显的有这样的记载 然后法云大概应该这样解释 藏传佛教的话 我们那天《大圆满前行》当中也是已经引用过 为了断除 贪心 嗔心 痴心 平等烦恼 为了断除每一个烦恼的重类 佛陀已经宣说了三藏再加上密藏 所以赚了八万四千法云 这个很多藏地论师也是承认的 实际上藏地论师所承认的主要的依据在哪里呢 主要的依据也是主要是在《宝窃经》 在《宝窃经》当中也是有的 所以这样也是比较合理的 如果是这个 对应该是八万四千法云 八万四千法云根据这个经典来宣说的 所以这些道理还是大家应该明白 主要是《宝窃经》和《宝窃经》当中 他没有说八万多法云或者八万四千法云 这个是没有说的 因此肯森米尔的优众应该承认是八万法云 其他部的有些不管是优众还是经众 承认八万四千法云这样是比较合理的 下面我们讲他的注释 若有人说那么其他的经中出现了云等 其余的这种名称 有很多法云有很多云的这种名称 如果他们不包括在这里面说的内容中 那么就存在除此之外的他法了 除了无云以外的其他云了 如果没有包括在这里面的话 如此一来他们的数量都不定了 那么这样无云就不定了 已经有了六云 七云 八云等等 什么法云 还有劫云等等 有很多的云不能包括在我们无云当中 这样所谓无云的数目不能确定了 他说如何包括呢 如果能包括的话 比如说法云啊 其他的云如果能包括的话 那么怎么样包括呢 实际上他这里主要是讲云的时候 所谓法云方面的名词就提出一个问题的 然后下面回答的时候这样说的 净中云 八万法云均是生云亦 无然之能人佛陀所说的 这个八万法云生云亦的没有任何够然的 释迦牟尼佛他这个亲口许愿所得 无论是按照经部而言 称为二根对境的词句 他们承认为是二根对境的词句 如果是词句的话 当然二根对境的词句是生云当中 生云包括在色云里面 所以他可以包括在色云里面 或者按照有部观点 称为一根对境的名称 名称刚才也讲了 它是不相应法 不相应法里面的下面专门要讲这个名称 有部宗他们认为 比如说我的名字叫做扎西 扎西它不是无情法 也不是心事法 除了心和无情以外的有一种事法 如果没有这个事法 别人说扎西的时候 我这么说我在这里啊 不会这样说的 所以有一种事法 所以名字也是有一种事法 他们有部宗这样认为 因此他专门有一个心云里面 包括心不相应法当中 如果心相应的话 他是应该在心里面 但是心和心所里面不相应的 有一些个别的法 所以他们认为这是一种名称 有部宗认为所谓的法语 因为我们意识面前可以显现的一种法语 释迦牟尼佛所谓的法我只有在心里面可以想 心里面可以判断 因此它称为一种名称 这样认为的 它应该包括在 有时候也可以包括在法处当中 但是法处当中他没有这样说 其实法处里面也是有幸运的部分 都可以一次包括 都可以一次包括 刚才如果前面的话 包括在色运当中或者心运当中 应该是这样说的 那么刚才不是说是八万法运吗 八万法运的话 那么到底这个法运 一个法运是有多少呢 有多少个偈颂有多少个词等等 有这样来问的 下面说 有者称为一轮量 有些人说是法运的量 一个论点的量 也就是说舍利子他借记的一些法运的量 或者舍利子他对对法论有一些 也就是说是对法论的量一样的 有这样的说法 有些人说是一个论的量 一个论的量就是这样的 今所运当每一句 还有些人也有这种说法吧 也有这个说法是什么呢 就是云当每一句 实际上是一个法运的量 比如说他这里这个云啊 结啊 就是这些每一步的这种完整的词句 完整的这个欲句呢 就是称为是一个量 就是专门就是讲这个乌云里面的色运 色运也是一位量 然后这个什么杀处里面的处也是一个量 然后这个十八戒里面的结也是一个量 专门宣说这个欲句呢 就是称之为十两 就是也有这样这个说法 就是这两个呢就是别人的这种说法吧 就是 然后这个世青伦师他自己的这种观点的话呢 身于义行之对质 实际上呢就是他是身体和义 身于义吧就是身于义的行为的对质 身于义的行为的对质 相应地宣说了法云 这是那个实际上的话呢 我们每一个众生呢就是他有不同的身于义的一些恶就是不如法的行为吧 就是身体的状态 瘾的状态 意义的状态 就是各方面有贪嗔痴的这些不良的愚痴和行为 那么为了对质这些呢就是佛陀已经宣说了八万这个法云 就是或者是宣说了这样的这个法云 他真正具体呢就是没有讲真正的这个法云是多少呢 他颂词当中是不是很明显的 但是各讲义里面呢就是他的有关这个法云的量呢 也有不同的这个说法 下面我们把那个讲义里面就是说说的给大家这个简单的读一遍 然后呢就是在这个方面呢就是我记得好像也有一些这个不同的这个观点吧 就是也简单的给大家说一下 有人问那么每一个法云的量有多少呢 就有些人说对法轮法云的量相同 就是对法轮法云的量相同 对法轮法云的量是有多少呢就是有六千个这个颂词 一个云就是叫这个六千个颂词 这样一来的话呢八万法云总共就有四亿八千万计词 八万法云的话呢就是有这么多这个计词 这样说也可以 或者呢就是与圣子舍利子论典法云的量相同 就是圣子舍利子呢就是他积极的时候的这个对法的量呢 就是这个相同的 就实际上是对法的这个量呢就是刚才前面的这个颂词 就是刚才那个六千个颂词呢 有些讲义里面说是圣子舍利子的 他的论典的量呢实际上就是前面所讲的这个六千个颂词吧 就是六千个颂词 这是一种说法就是对法的一个法云的量是多少呢 就是六千个颂词就是这是一种这个说法 但是这个字中呢就是不一定承认的就是这是一个说法 还有有些人说圆满宣索云以及呢就是等子所包括的戒 这个还有呢除啊戒啊缘气啊等等 每一步的完整预举就是每一法云的量就是 就是有些呢就是也是这样讲的就是能圆满宣索一个完整的这个 就是一步法就是他的这个量呢就是实际上是他这个能圆满宣索是多少 有多少个偈颂啊有多少个文字啊这些的生命并没有这个判断就是 就是没有这个判断就是这样说 而偈颂的数目呢就是不确定的就是他有多少个偈颂的话呢就是也不确定的 又问那么为什么要宣说这些法语呢就是下面呢好像那个 讲他的这个目的报原因就是为什么要宣说这样的法语呢 为了对者说话众生贪嗔痴以及呢就是三度平等的就八万性 就是他这里如果我们这样的分法呢就是为了贪嗔痴痴痴 然后这个平等的烦恼呢就是分别就是宣说为两万发 就是什么这个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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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就是两万一千就是兩万一千法语 这样的话那就比较好一点 但这里呢就是他说为了贪嗔痴和还有这个 就是三度平等的这些烦恼呢就是八万行为就是 众生有不同的八万行为 相应的宣说八万数量的法云 这是作为自众也可以 但是下面我们要顺便讲一下所谓法云的量 法云的量他这里也有这样的说法 法云的量以前的一些法友论师 他应该是大乘的说法 如果是大乘的说法 就是法友论师佛法的法 朋友的友 法友论师他说是天王的大象 天王的大象他能脱的磨 他能脱的磨能写成一个法云 天王的大象不知道他能脱多少公斤 不知道 他说他能脱到的磨能可以写成一个法云 也有这样的说法 还有根据《华严经》里面也有这样的记载 比如说三财童子一直很多的上师 到了南方的时候 有一个上师叫做海云大师 大海的海 天上云的海云大师 那么海云大师当时是这样说的 他说是磨就像是大海一样的 然后这个磨像虚弥山那样写的话 也是大乘的各法门 各个品各品各法门 还有各种道理吧 这些用之不尽写之不完 他数字不尽吧 怎么写的话也是写不尽 也是这样讲的 还有《报恩经》里面也是说 《提波达多》他能背诵六万个大象所背的经典 六万个大象 一个大象不知道能背多少 六万个大象能背的这些经典都可以背诵 然后《大乘阿比达姆扎士论》里面也是这样说的 说是一个法云 有一千个颂词 是这样讲的 一千个颂词的话 后来法有论师解释的时候说 印度一千个颂词的话 一个颂词应该有一个颂词 一个颂词的话 它就八个字一行 也就是说 一个颂词不是有四句吧 一个句子有八个字 这样的话 四八三十二 三十二个字 印度的话 三十二个字一个偈颂 他说如果翻成藏语的话 应该是二十八个字 二十八个字的话 可能少了一个字吧 少一个字的话 这里一个偈颂有三十二个字 如果按照印度的话 所以一千个颂词 一个法云 它是这样来算的 大乘阿比达摩的杂实论当中 一个颂词 也就是说 一个法云成为一千个颂词 用这种方式来寄颂的 但后来有这么多的法云的话 为什么后来没有 现在世间上没有这么多的经典 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毕奈耶经》里面也有这种记载 《毕奈耶经》里面说是 释迦牟尼佛涅槃不久的时候 有一个叫做普罗门的国王 他毁坏佛教 所有的佛典 佛像 还有金书 佛堂等等 佛塔和佛堂全部毁坏 毁坏 毁坏 所以佛教受到一些碎败 因此很多法云因此而隐没 也有这种说法 阿比达摩的有些诸事里面说是 当时佛陀涅槃以后 很多有关这方面的法云 有些传到其他的世界 有些请到龙宫里面 有关这方面 《执弟子书》里面也有记载 不管是怎么样呢 我们现在第一个要知道发云的量 大概发云的量应该有不同的说法吧 这里面说是舍利子所接济对法的量有两种说法 凡是云解除的一个法部圆满的宣说叫做一个法云 也有这样的说法 这些说法稍微有点不同 我想是我们如果做一些 现在还是想做一个居士论的姿势 或者它的光势的话 我也是有时候随便讲一下 这些还是以后有关法云 有关八万四千法云 这些问题不管是大乘小乘 大家都知道还是争论比较多的 也是应该大家知道的事情 我看居士论应该今天讲到这里了 是在医护黎别说 最十分 Unterschied 在医护黎别说要 committe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